各位好,欢迎再回到无视日文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份的分享 同样的,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无视日文学友的学习的情形 他的成绩,他的得分 那就到我们的这里 时机、心得这个分享系列到这边 那点进去呢 就可以看到 假设呢,这里可以,我们要知道 比方说自己是40岁 想要知道说其他40岁的学友 他的学习的情形怎么样的话呢 就在这边呢,输入40岁 那输入之后呢,就开始查询 这样呢,就会找到呢 比方说这是40岁的 或者这个是40岁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位40岁的赖学友 他总共呢,学习231天 这听课总共听课是听了251小时 所以大概一天,大概听课一个多小时 那考到了这个分数 这一位是他只能趁小孩睡觉后再起床的一个妈妈 他人生第一次报考日检 那我们的课程进度显示是252啦 他这位学友自己的计算是251差不多啦 那就直接就合格了N2了 那他每天呢,都只能趁怎样呢 小孩入睡以后再起床停个一到两小时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人生第一次报考日检 就一次跨过了N5,N4,N3 直接合格N2了 那N2是什么东西呢? 事实上台湾教育部早在1990年代就曾经研译过 是不是要要求日文系呢? 必须要N2合格之后才能毕业 但是呢,到现在没有实施 那因为到目前据说 毕业之前能够过N2的大概有60%可以 但是如果能够过N1的话 可能只有10%左右而已 那当然这个也要看N1、N2的 他的当年的评级的方式 在2010年开始的这个新日检 采用相对计分 那一直到2015年的12月那一次 也就是每年两次嘛 2010到2015年 这总共的0、1、2、3、4、5 这6年的11次呢 的相对计分 并没有排除呢 已经合格过的考生 的这个重考生的成绩 比方说像我们 我们也要去考 为什么? 因为他的题目不光开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考 以便了解出题的这个趋势 大概考些什么题目 那像不止我们 我想全球的有从事日文教学老师 应该呢 都有多少有去报考 那老师的话 当然不好意思考太低啊 虽然说目的是要看题目 但是也要一边考 尽量拿取高分 那考生呢 必须要跟这样的呢 教师级的学生 在做相对计分 在2015年12月之前呢 并没有排除 所以造成呢 很多即使在日本 已经留学两年日语学校的学生 还是没有办法过N2 过这个N1 OK 那在2015年的9月的时候的报考的栏位 就开始出现说 请问你合格过所报考的几等几次 比方说你报考的是N1 那请问你合格过几次 自从那一次问过之后啊 本来我们估算 要到达到650小时 600小时才能合格的N1呢 一下子降到甚至有的快 很快的学友 在350小时就合格了N1了 事实上目前的N1 2015年12月 调查合格考生 已经呢 考过那个考试几次之后呢 整个合格难度都大幅降低了 OK 那 但是不管怎么降低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位学友他自己写来的 他的成绩的情形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跟他回一下说 大概呢 你这个252小时 OK 那这是他的成绩单 没有错 好 那这是他写的心得 他说 到目前他写这一篇的时候 因为成绩发表了嘛 是285天 到考试当天是231天 实际上课的情形跟时数呢 每天几乎都是趁晚上的小孩入睡 哄入睡之后再上课也一到两小时 那对于呢 日文文化表格的熟练度大概九成 我们已经把日文文化都弄为表格化了 因为这样很容易学习 很容易记忆 很容易活用 OK 那他上次留言的时候呢 他对我们所应用到记号 圆圈三角加号 这些记号的熟练度呢 事实上这些记号都是代表比方说 介细词啦 注动词啦 介细 那连接词这些记号呢 他的熟练度之前的时候大概95% 目前他认为他应该都是熟练的 OK 那我们有一个问项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这个课程这么有效 那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请问你会如何学习 那他讲呢 我还是也只能怎样按照目前的密度 因为呢 就是要等小孩入睡之后才有时间啦 有的学友会写说 如果早知道这么有效 我一天根本一天读十个小时 八个小时把它解决掉就好了 OK 那另外我们也会问学友说 那你没有办法看荧幕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利用快速记忆机 搭配一个防水的蓝牙喇叭 因为一个人的一天的盥洗 大概有40分钟到一小时 这个时候事实上耳朵是可以用来这样 利用这种记忆机帮你朗诵 帮你朗读 帮你背一些文法 或者背任何想要背的东西 或者练习听力都可以 那 现在的防水蓝牙喇叭很便宜 买一个的话 跟我们的专用机一起搭配的话 在浴室里面一样可以 或者在做家事的时候 都一样可以学习这样 同样在学习 因为耳朵一直控制的 OK 好 那开车的话就尽量避免 OK 好 那 他讲呢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 因为考完直觉是不会合格 这个事实上这个直觉是很正确的 因为是相对计分 考试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只记得自己做错的 自己会的 因为一下子就怎样了 就打过了 就根本忘了那一体什么东西了 只会记得不会的 那 相对计分的话 会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合格 但是呢 各位 117分 事实上117分是一个不低的分数了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117分到底是几% 一样回到分享系列呢 会看到呢 这些得分的意义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一页是N1级的得分分布 OK 一个学生 假设他考到N1的117分 在这里 那117分呢 乍看怎样呢 距离这个 满分180 180 满分在这里 再看180好像还差很多 事实上在整个排名上面呢 已经怎样呢 是前面20%的一个排名的成绩了 算是相当好的成绩了 OK 这算是相当好的成绩了 那 这些分布图啊 都有 那如果是N1考到137分的话 这几乎等于是前世纪的TOP1%里面的成绩了 OK 那像刚才这位学友呢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一样打上40好了 可能会自己出现了吧 还没有 好 那事实上呢 在他这一次合格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他这一次合格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跟他 已经一宣恭喜 他合格N1呢 还需要读多少小时就可以合格了 OK 那 这里他说 因为人生将第一次拿到第一张日减合格证书嘛 而且第一次考试就过N2 还是很高兴的 那说 如果不是利用这种线上学习的方式 像他这样 只能趁怎样 小孩入睡之后 再起床用功的来讲 一般的传统的这种 教育机构一个很难满足 也不可能啦 OK 好 那现在呢 他就是合格的这个N2了 然后这里他有对于说 这些课程啊 我的听课方式 然后再调快 因为我们的课程可以调快 这个早在很多年前 我们就做到已经可以调数了 那利用这种方式来写 各位呢 有空自己再看一下 那这里有一份呢 他的上课的记录 我们把他点下去来看一下 比方说呢 好 这个 50音这个课程总共有两小时 他是用汉语解说的 那 这两个小时呢 他这个学友都有上 所以这里就呈现百分之百都有上了 那如果有的课呢 他还来不及上 你看这里来不及上 因为他参加 才上了252小时 就去考这个N2了 所以这里没有上到 就会显示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些课程 这些课程 那比方这个课程它有22小时 那这个有6小时 这样加一加呢 到这个阶段为止总共是112小时 但是因为呢 我们有提供额外的呢 各位可以自己的复习加强的这些次数 这些额外加强的次数 他实际上用的很少 加强次数0 表示呢 他根本没有用到 就是直接听过课 就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课程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 他有用到一些 写50音的时候 有多用一点点 然后呢 第一本教材的时候呢 他有多听了大概四分之一的课程 那大概四分之一 那这个算起来大概是6小时 这6小时就加进来 本来112加起来变成118了 就是他听课的时数就对了 然后再来 再来呢 这个课程24 这样一直加加 加到后面呢 这些课程都有听 这个大部分都有听了 听到这里的结果是252就对了 OK 那听到252就已经时间到了 考试就去考试了 好 那通常是这样子 无师日文的学友合格N2的时间 再乘以一倍 就是合格N1大概所要的时间 所以像这一位学友呢 他呈现了很标准的一个分布 他大概250小时合格了N2 但事实上是蛮高分的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在排名怎样呢 100这个全面20%的成绩了 因此他合格N1的成绩 大概这个时数乘以2 大概500小时 那500小时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一位待业的朋友 或者正在转业 或者刚刚大学新生人 想要去日本 度假打工的话 如果他一天愿意读5小时的话 大概100天 三个月 那一天如果读8小时的话 大概怎样呢 两个多月 这个课可以极为高密集的学程 因为这个课不是用记忆的方式 我们是用理解的方式 只有理解的课程才适合怎样呢 密集的学 如果是要记忆的课程 那就很难了 因为变成这样 前面的课如果没有记熟 我就没有办法进入下一堂课了 理解的课程可以 所以这一位学友他就在第二次的考试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同样的我们再回到这个Q&A的系列 那一样 因为他是40岁嘛 所以就打入40岁 好 那打入40岁之后就是这一位 这名字我们记得 赖学友 OK好 我们点下去看一下 那他这一次合格是112分 排名是前28 那总共投入 你看500跟500 大概这个时数之间 他算的时数根本算差不多一样 那总共的费用大概是怎样 留学日本115分之1的费用而已 那传统大学4年会用的10分之以下费用 他本身是彰化师范大学40岁 然后以前是因已序的 OK 那这个也可能跟他能够这么500小时之内 就可以跑到这么高的成绩是有关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算法目前算30岁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 已经20多年了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大概就是说 一位30岁 中等大学中等程度的中等学生 不要特别优秀的 那也没有很特殊的那个情况 就是一般的学生的话 大概300小时 大概30岁的小孩 是学生就可以达成这样一个 500小时可以合格 250小时可以过 过这个N2 利用N1的课程的难度 那为什么要利用N1课程难度 而不是利用N2课程难度 是因为N1的课程 它的难度跟完整度很完整 所以不需要复习 就是一直听课就好了 听满250小时 大概就应该会合格N2 那如果超过30岁的话呢 请你记得自己加10小时 假设现在40岁 那比30岁多了10岁 10岁呢 每一小时加10小时 等于10岁要加100小时 我们会建议 请你在考N2的时候 请你听课350小时 就是把N1课程一直听就好了 不用复习也不要预习 因为自己如果不晓得 因为语言完全不懂嘛 就好像如果我们要去学火星文好了 我们如果不懂火星文 自己预习效果很低啦 不如直接听怎样呢 讲解课程两次 你把预习的时间拿来听课 反而比较快 那么复习也一样 在考N2为止 其实不太需要复习啊 因为利用N1课程难度 已经可以合格N2了 不太需要复习 可是N1 如果要合格N1的话 必须要熟练N1课程才可以喔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次之后呢 他就一样呢 就是继续在读 那读完之后呢 这个合格了 我们就收到虚红小孩入税之后 才有时间听个约1.5小时的 这个妈妈级的这个学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他是 这个是他的2016年的 10月4号那一次的 然后上一次是7月份 这个112份合格了 OK好 那得分比我自己预估的高一些 这个也是一样 跟他上一次一样 上一次他也觉得自己不会过N2 但是合格 而且是前面20% 这一次也前面20% 原因是因为相对继婚 为什么 相对继婚的关系 当如果那一年的题目特别的难 他觉得自己可能考的不是很好 问题是因为题目特别难 所有的考生都考的一样不好 那相对继婚之下就会过了 OK好 那 第一次考N1就合格N1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位学友的他的他到底他的脸孔 因为都是线杖教学 那线杖教学虽然我们也有用这个脸部在开索 可是除非有需要去真的很有需要啦 不然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学这个学友到底是谁喔 没有因为都变成数位化的资料了 还要再还原成那个0101 我们也没有没有去没有这样在看 那现在可能只有 实际上只有学友 只有自己会看到自己的画面而已 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看 那不错 OK 你看嘛 他就居家 透过荧幕的一年下来呢 那 大概 就已经这样 250小时 他当初是250小时先合格N2嘛 对不对 一开始是 我看一下 对 当初是250小时先合格了N2 然后再来呢 再听250小时就合格N1 就之前我们有大概算过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换句话说 如果一位学友他花了350小时 才合格N2的话 自己最好心理有打算 自己的学习的成效 大概就是要350小时 能合格N1 那我们看每次是半年嘛 所以半年你如果能够累积出来 300或者200多小时 你就会合格N1了 OK好 那 总共的 一般来讲啊 如果你到日本留学1.5年 过去是两年 我们刚才有讲过 因为相对计分的评分考试 在2015年的12月那一次 把已经合格过的重考生 比方说像我们去看题目的老师 或者是已经合格过 他想要考满分的 想要考更高分的 这些学生都把他排除掉了 之后呢 到日本即使留学1.5年 也不会这样 那么快就过N1 那一年大概要100万嘛 1.5年大概150万台币 OK 那这位学友根本 不到 应该不到7%啦 大概7,8%之内就已经合格N1了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OK 那我们建议他呢 早一点去日本的Book Off 这是日本一个 连锁的中古书店喔 那个中古书 书店 但是书非常的新 几乎跟新书一样的新 而且 买个一两百本 也没有多少钱喔 很便宜 去买这个中古的文库版本喔 非常精彩的 以前我们在日本上班的时候 穿西装嘛 所以左边口袋右边口袋 每次出门都带两本文库版本 上了电车啊 上了电车 不管电车擠 或者有位置坐 反正就开始看了 那看到差不多的时间 就知道自己该下车了 很好玩 人类很好玩 OK 那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喔 就是 今天我们的分享喔 大概如果40岁的朋友的话 那当然语言的学习是 越早越好 但所谓越早越好 并不是说小孩 小时候就开始学喔 基本上 病人不是很赞成小孩 就开始学外语 因为母语如果不好 母语如果不好 外语学好也只是会外语 母语还是不会好 但是如果母语有足够的 一定的能力 学习外语就会更快 而且呢 可以把外语充分的呢 以母语呢 很精准的表达出来 那而且呢 学外语事实上需要理解能力 并不是只靠记忆能力 这个呢 小孩子学外语 我有时候 我们会接到小孩子 他可能很小就想来学日语 我们跟他讲 你先把中文你先学好 学好之后呢 你接下来要学任何外语都可能 OK 好 那呢 利用呢 当然呢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 就学好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们的教材呢 在文法解析的部分 我们的逗点 连一个颜色都不一样 那这个逗点颜色不一样 就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 像S的情形一样 当一个英文单字最后是S的时候 我们会联想到它 可能是 互数 或者是第三人 这现在是动词 或者所有格 那因为这些S呢 乍看都长得一样 可是呢 它在文法代表上的意义不一样 日文也是一样 日文的逗点呢 就跟那个S一样 它有不同的意义 那这里 同样的字 比方说这个字 OK 那这些字有不同的颜色呢 事实上呢 这是我们在跟徐游一个对话 请徐游呢 务必要学到这样的程度 连一个逗点都能够精准的 知道它是 为什么 什么意义 这样自然就有办法呢 很快的呢 可以学会日文 而且呢 可以去用日简来证明 自己真的是会日文 不是说随便说说的 那这个我们在另外的分享 有谈过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情况 N2班大概教材有12公斤吧 大概一百多万两百万字吧 到了一流班的话 大概都已经上到 各位可能三四百万字的 那加上听力的话 是几千万字的洗礼 当然一定可以学成的 OK 好 我们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跟你们 你在 Hola